来 各位 第二轮任务为 穿完分散在不同地点的针线 卧底可随时抽掉针线 卧底的攻击方式不公开 再增加一条规则 卧底可以互认 各位人 请闭眼 卧底 请睁眼 卧底 请睁眼 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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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睁眼 好 所有人请闭眼 好 所有人可以睁眼了 谁要和我一组 我跟你一组 大喜刚才说的那句话好瘆人 不要吓我一条 我跟你一组 这个我分析的线索 你线索了吗 第一时间没睁眼 是谁 反正不太大聪明 对吧 肯定是大聪明堆里面 我觉得大喜和安宇里面 必有一匪 我今天的表现还没有把我从大聪明组里分出去了 分出去了 你是等级比大聪明还落后一个等级 你独自在那个等级里面 行 这把任务好人都这么难了 你们得告诉我们杀人的方法呀 好人怎么难了 这把 咱们穿针 他们拆就行 穿一个得穿多长时间 你打个铁都拆不开呀 你是好人 一会咱俩一坐 好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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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我要跟你一走 你别少来啊 你少来 那个纯属是打马虎眼的 你被大聪明提出去聊 各位我们前往出发点 游戏开始 游戏开始 我们仨抱团啊 咱们今生今世不分开 好不好 一生一世好哥们儿 哈哈哈哈哈哈 传信 开找 走吧 你这回真不是哈 我当然不是了 哎呦 你跟哪逃了 都啊 都啊 这都不是戴不戴眼镜的事呢 没过去 这咱俩就一个帮着看 灌着过去 这都 落头了吧 哎呀 让我怼回去 不行我来啊哥 嗯 你俩会穿 你俩来 是不是过去了 不知道 哎呀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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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那行 过去过去 多穿几个来会儿 完了打完扣 他就插不下来 别了 你把那个扣打到根上了 变短就好了 哎呀这 这死他倒是好不舍 能再穿一根进去 我穿 哎呀 哎呦我 哎呦我舔 这一下子 行了你一会儿就穿针吧 咱打完了结 就往这一扔都不用回来看 整这屋的啊 都不用回来看 往这咬 有针吗这儿 有针 我真是 你要解开啊 不解不解 来吧 给 你试试来 你试试我看你能解开不 你给我解开 走 踏踏实实实的 纯真 恭喜你找到了 纯真好喝道转圈圈站点 请根据你自己的理解来激活 你独有的特权吧 纯真好喝道转圈圈 对 不对 原地转圈呢 纯真好喝道转圈圈 还有什么方式吗 纯真好喝道转圈圈 来 纯真 喝一口 转圈圈 太好喝了 好喝道转圈圈 好 恭喜你获得了纯真复你的特权 静岩一分钟 在你的集会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发动这个技能 然后 根据投票选出来 你静岩一分钟的成员 太好了 好 走 走 安宇 我获得了一个 全队静岩的一个功能 就是 我找到了那个 纯真奶战 然后喝了一口之后 我说好喝到转圈圈 我就转了两圈 行 然后咱们就可以投票 选一个人静岩 行 转圈了 好喝 好喝 来吧 穿针引线 来 在哪里啊 穿针 这有穿针引线 有 那你来吧 我找着 那我去找找去 好吧 那你穿 吓我一跳 看着你穿 干嘛呀 盯着你穿完了 又给他拔了 你俩别整我 行 我要回来 这这针要被拔了 就是你的事了啊 嗯 也有可能是你的事 走吧 好啊 分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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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都别回来啊 好的 我吓我一跳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吓死我了 吓我一跳 对不起了 颜颜颜 我吓我 吓人了 别出声 干嘛你 干嘛 别乱动啊 这儿有针 我没乱动 你别乱动啊 我没乱动 我就过来穿针来了 你穿呢 你来一下子 我来一下子 确实有点难 给我试试 你来 针子太小了吧这也 啊 啊 太实在了 死的太实在了 不许出声了 不许出声了 我得假装 另外一个点 啊 能有人来吗 这 不行 我得先跟别人 我得有不在场证明了 这是弄好的哈 这个也弄好了是吧 就没弄好 谁弄 谁弄开了吗 我是 我没见到人呢 我没见到人呢 快快快 完了 被杀一个 帮我 我发现了 你看看谁了吗 没看谁啊 就看见两位姐姐 又是小宋啊 我报答案 看到姜妍姐跟大喜姐 我从一开始从出生 我就出生在那个地方 那个院子 我找了两根毛线穿完了 你找着那两根毛线 是毛线 你穿的是毛线 线 这是线 然后我就找人会合 我到了那个后花园 那个院子后花园 然后我说终于找到人了 然后一看 大喜姐跟姜妍姐 嘴里含着那个 嘟嘟嘟的 那你啥时候去的那个院子 我从出生就在那个院子 那里边的针你不缝 我缝了 缝完了 没有 我刚缝上 求我 我缝了 你诬陷我 刚从那院子里出来 刚缝上 橙色的线 是不是你 我发音完了 我跟严姐出生在那个房间 我出来的时候碰着小胡 我们仨发现一个小胡穿完走了 然后我们仨就各自分开了 然后你和姜妍去哪了 严姐进了一个房间 我跟她分开走了 是她 是她被杀的那个房间吗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死 你得描述一下你的动线 因为我是出生在那之后 我先去了那个疗望塔 我这次拿了一个禁言 完了说我禁言下来之后 我看那个院里有那线 她俩都在那 我就在那 你等会儿 我在那穿 穿完之后 我从那个门绕着出来之后 我就一路走到对面 因为我看这边一个人没有 我不知道她在哪 我也不知道 那个严姐和那个 大喜姐在哪 我就进去 我看你们仨坐那 在厕所 咱们第一次见 完了说我又出来找了一圈 我又进去了 然后那边才报的警 你告诉我 你的动线是啥 你得 你的动线不代表 你没有杀姜云姐 我从那儿出来以后 我就没看见姜云姐 你俩一块走的 那她还能回过头 找我 我们仨分开走的 我们看着你 所以大喜跟你在一块 没有 我一开始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 从来没跟大喜在一块 嗯 那你看见大喜了吗 我没看 我只看到严姐 你看见大喜了吗 没看见 你没看见大喜 一直没看见 从头到尾没看见 从头到尾 没看见她 没看见大喜姐 那个门啊 有个门缝 是太恐怖的事了 我才看见 可能我能看见你俩 好像他马上变凉了 他马上从一个 青春小孩 变成了 那我有答案了 答案是谁 旭哥跟 韩语哥 为什么 你们三个都没去过那边是吧 对 去过吗 你没看到我就没去过 我没 没看到你们 但是去过那里就有 就有问题 你们仨是现在怎么确定 就你们仨里边 避美朗呢 我不 我不给你确定和解释 我就告诉你 我不是 你要是不信的话 也没关系 我们仨没必要跟你解释 这是啥答法 我们仨有什么理由解释给他们听 没有 咱们仨现在就是拷问他们 没有 正常你应该坐那边的你知道吗 那你坐我边的 你这还 都有点玩懵了 你们穿那个线穿了躲不上时间 是 哈哈哈 真穿不进去 我们穿着两个儿 我们躲大岁 咱说你墨底去了 你给我拔下来 为啥时间长 我们的 保质保掉 我们的穿着真的是一把锁 哈哈哈 那现在第一轮把你投出去 你有什么疑问吗 我我没问题 我好人把我投出去没毛病 但你们要看 我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的视角里我没毛病 但是我从那个房间 再去这个房间的时候 里面的线都没有穿 那我只能说雅线肯定是有问题 这没毛病吗 你穿那两个线是什么色的 什么色 成色 那不是听我说了吗 成色 你说绿色 我说的成色 你说成色吗 哈哈哈哈 我偷他 你真厉害我 他不是我都偷他 对 我还是让他 你 来 我投的是你的态度 我投的是他是乱民 你知道吗 不是我 当时没有认真看那个线 谁会记那个线的颜色 腾哥是傻色的 黑色的内心是黑色的 我内心是黑色的是吧 哈哈 白的 白的 我是白的是吧 哈哈 已经盖化了 哈哈哈哈 小苏没跑了 我确实是 在那里面穿了两个线 不用说 说那没用 你拆线也在那 那那那 说那个 一个是旋转楼梯 后面那个 没用 越说也没用 越越说 那是有效信息吗 哈哈 哈哈 疼吗 干嘛 要没机器就打我了 是吧 哈哈哈哈 小宋你要干嘛 小宋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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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宇至少还是个逻辑清晰 这是语无伦次加逻辑不清晰 这个 哎呦 我是 行 我们第一轮投小宋 就因为他说线的事 这都痛啊 来吧 第一轮投票 三 二 一 啊 这都痛啊 我气死了 我当个好人 完全冷了 小宋 跟姐姐们会合吧 找自己的队友呢 你那眼神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音呢 我不是啊 有人被杀了 有人被杀了 小宋 你是被谁杀的 我被诬陷了 不是被杀了 怎么会 因为我穿了两个线 腾哥 腾哥突然过 你记得那两个线 长什么样吗 你忘了 说错颜色了 谁是凶手 安宇啊 你知道我刚刚直接 喂他嘴里了 他杀他呢 他正给他塞 塞到那里面 然后我在门口出现了 我还这样 好可怕 然后他整个吓跳起来了 他其实是心虚 他就在里面假装掺线 然后我就这样帮他 我说 兄弟 穿不上去了 我来帮他 你试试 然后我这样 然后就听到那里面 在吹吹了 然后这样 像真的像恐怖片 然后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 那个房间里面 出了那个动静之后 再看他的时候 他整个是 他已经变脸了 然后他就看着看 他杀是这样 是吧 然后我直接就被 逮得 我们俩就在里面了 他是变脸杀 好吓人 好有戏剧性 第二轮猜吧 因为就这俩人 直接一个 我们猜对了就对了 咱俩里头 咱俩肯定都是好人的 是吧 没经验坏 没以为坏 想坏没条件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是怎么爬出来 三个里边 一头狼没有的 因为大家眼睛都挺好 凭着我们仨 绑绳的那个结实劲 我觉得都没有坏人 我们仨 有坏人 我觉得这个狼也挺好的 也能驯化过来 那这样的狼 你推不推他出去 能咋地呢 一直在干着人的活 也有道理 也没啥杀伤力 你要真说 我们仨力 非得有个坏人的话 那只能是兵 因为这招是他出的 后面打扣那招 完了 这个 我的身份我知道 所以说我们仨 别人是坏人 不是 如果 我是假设 所以童哥 你又在演我们吧 我是第一个提出来 咱俩 我是第一个提出来 我发现了 一根针 是我去传线的 是啊 那他该传线的 可都传线了 又不是狼不能传线 狼是能传线 但是我看这个架势 我们可能方向有问题 有问题 有可能 那方向有问题的话 那这波投兵啊 你又给我这了 漂亮 咱和会把腾哥投出去 好 咱们和会把腾哥投出去 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呢 你一直在发炎呢 不吃声 不吃声是他心虚 炎多必施 如果我是个狼的话 我何必呢 没人踩我 我何必呢 我求生欲这么强 头疼着 你要信他的可毁了 这一轮 如果是咱们错 如果是真的是他们 咱们投出去了 挺精彩 但如果不是他们 是你的话 咱把人家投出去了 那你就太厉害了 你会变得 你后面就有光环了以后 那你就 就成全我呗 对啊 但我真不是啊 我真不是 投谁 闭眼投 现在请闭眼 三二一投票 好 好 我出局 什么时候我出局 哥 回来吧 完事了 啥子 坏坏 游戏结束了是吧 游戏结束了 猜出来是谁 开复盘呢 俩姐姐都是让一个人杀的吧 对 我直接喂他嘴里了 喂狼嘴里了 你看看 你老踩我 你老踩我 那我说我踩安宇了 你们都 你们都生给人掰回去了呀 我没游戏没开始呢 我就说 谁呀到底呀 公布 揭晓了吗 答案 没呢 没呢 安宇和这个 要么他要么病 我 哥 你咱好好玩 我没我没吼你刚才 哈哈哈哈 那么 最终的结果 卧底胜利 你看 两位卧底 全程都在场上 一个没被淘汰 太吓人了 谁呀 冰哥和安宇是吧 不是我呀 你看 安宇是 因为杀了你们 你们已经确认了是吧 我就说他嘛 你就一直在那保他 我没保他呀 你说他逻辑清晰 我是说他逻辑太不清晰 那你们现在想明白 第二位是谁了吗 在屏上冰哥吗 对 这么简单的问题想不清楚 一帮大聪明 真是冰哥 真是冰哥 你看 你们要这样 我就要揭晓答案了 再想不出来 腾哥 我怎么是啊 我都被偷出去了 没亲眼的 哈哈哈哈 来吧 第二位狼人 这要不是关键时刻 景余哥犯傻 这把我俩肯定完了 我跟你说 就拔个团结 咱啥就内讧 内讧 本来不是清楚的事 好 这一顿分析呀 我的天 哎呀 你以后别演刑警了 演法医吧 哈哈哈哈 哎哥对不住啊 哈哈哈哈 明明就是一个玩团结 玩信任的游戏 最后我 哎我怀疑你了 哈哈对不住 糊涂呀 哈哈哈哈 糊涂警探 哈哈 回忆在攻击我现在 哈哈哈哈 看我睿智烈神 哈哈哈哈 这俩人玩的真好 给你掌声 漂亮 漂亮